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你知道嗎 女生的衣櫥可是 充滿不可告人的秘密喔 拜託 裡面能有什麼秘密 難道打開會有皮鞭跟鐵鏈嗎 不好意思 那是成雷的五十道英明喔 那不然有什麼 有的那個店裡面 那個衣櫃打開會有屍體 那是德州店鋸殺人狂 不是 又或者是說 那個衣櫃打開 你們有隔壁老王 那是Stacy喔 沒有這個衣櫃 沒有 好不好 你們女人都把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都藏在衣櫃 今天我們要好好的來剖析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所有不能說的秘密 都在衣櫃裡 我們女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大家好 當然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都塞在衣服裡面 我們的聯合國新男歡迎 衣櫃對女人來說 不僅僅是一件家具 更是他們滿滿的藏寶庫 而衣櫃裡究竟藏著什麼 不可告人的秘密 今天就有這些外國新男們 來揭開吧 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塞在衣服裡面 有的那個私房錢的啊 或是不讓老婆知道的一些東西 都會放在那個裡面 不可多的 那你們有沒有曾經衣櫃的 有因為衣櫃的問題啊 跟女人發生爭吵的有沒有 我有 有啊 一定會耶 對啊 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送我們一個 就拉門都是金色的一個衣櫃 就像這種的 哦 對啊 然後我爸爸媽媽都會說 欸這樣子很棒啊 很方便 然後因為我們的房間還滿小的 所以那個空間可以看起來比較大 就還滿方便的 可是我老婆她回來的時候 說 這是什麼東西 啊 很害怕的樣子 我說欸 這是很棒啊 我爸爸媽媽送我們一個 還滿貴的一個衣櫃 他說 這個可以放在我們的房間裡面 哦 我說為什麼 啊 他說因為這是對著床 敬造床 對 他是說 那個靈魂會被洗走之類的 我就覺得 被洗走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 就不行放 然後之後 他說如果你要有一些布 就是放在上面 把它折起來 我說我說 這樣子就很醜啊 我就不想這樣子 大家要不然就買掉啊 可是是我爸爸媽媽送我們的 所以我就 就不想 可是他就逼我就是要買掉 哦 爸爸媽媽媽就來白訪 說欸 那個衣櫃呢 然後他說 我就是要跟他們解釋 哦 就是這樣子 因為台灣人就是比較迷信嘛 對 然後我爸爸就很不開心說 哦 你現在 You are in America Can't do that 對啊 就是在美國這樣子就不行 然後我老婆就說 哦 好 我知道了 然後他 我老婆很不爽 我爸爸媽媽也不爽 衣櫃這種東西 真的女生會很注重 而且會覺得 那就是我們自己的空間 像我有個朋友他們家是三代同堂 然後他跟公婆 然後還有大哥大嫂 然後還有大哥大嫂小孩 然後還有他們自己夫妻兩個也有生小孩 這樣大家一起住這樣 結果有一次呢 其實他跟他大嫂也沒有到很熟 然後有一次呢 他大嫂啊就突然傳LINE 然後給他老公 然後就傳說 這個名牌包 可不可以叫你老婆借給我 然後才發現原來 他跑去我朋友的衣櫃裡面 翻箱倒櫃 然後發現了一個名牌包 然後把它從防塵袋這樣拿出來 然後拍照 然後傳給我朋友說 我沒有名牌包耶 你可不可以借我 因為我要出去 好像是一個婚禮 然後我覺得這個超奇怪的 因為衣櫃是很私密的地方 他是跑進去人家的房間 然後又翻箱倒櫃 然後又從防塵袋拿出來 我覺得好沒禮 就職業病犯啊 以前就是專門翻箱倒櫃啊 以前他有進步 他以前是沒有問的 就拿走了 這不好 這個太誇張了啊 自己的衣櫃 對啊 之前啊 我們就是住... 那你要講故事前 可不可以給我一杯瑪格麗特 謝謝 故事 發給對 你可以這樣子 怎麼要穿這麼少備酒 好 馬上來 對 那個 因為我們之前住了一個 露宗樓的嘛 然後就是樓上那邊啊 他就一面的一個場地 全部都是衣櫃 就是三個衣櫥這樣子 三個就是一個 兩個三個 那時候啊 老婆就開始放了他的衣服 他說這個是我 這個我要放冬天的 這邊我要放 然後這邊說要放用摺的衣服啊 然後我就問我的衣服 然後他就把我的衣服 然後放在書櫃裡面 有書箱氣多好 對 然後因為我 因為本來在本來呢 我就是放了一些就是 因為我之前買了一些日本漫畫 跟一些什麼課本啊 中文啊 台語這種課本嘛 然後他那些就把他們丟掉了 留一些些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公平 然後我想 為什麼我的衣服 都要放在書櫃裡面 然後他就是說 你不知道嗎 衣櫥啊 這個本來就是設計給女人的啊 然後 對啊 他就說這個是設計給女人的 然後 而且 男生啊 你們都不用穿什麼衣服啊 你們有幾套可以出門就夠了 對啊 對啊 我也在櫃裡面啊 男生其實不需要買那麼多 因為男生穿來穿就是那些就好 為什麼 就是那些 沒有啦 不然我今天怎麼可以穿成這樣子呢 下禮拜可能也穿這樣子 而且我幫你們謹慎的幾件 放在書櫃增加書香氣有多好 他都有氣質 為什麼男生沒辦法用那麼多衣服 比女生 你可以 又可以 你可以 對 可是你也不愛穿衣服啊 你那麼多衣服幹嘛 對啊 你用不著嗎 小陽哥 我難得錄一次影 我來看他每次都是西裝啊 襯衫 那有什麼不同呢 不好意思 他有換是因為服裝系有幫他換 他私底下是同一套 對啊 所以衣櫃要幹嘛呢 但我覺得男生 最大的問題是男生跟女生的那個 利用衣櫃的方式不同 因為男生大家都認同應該是 就是 衣櫃是家裡面最亂的地方 把什麼東西都丟到那個衣櫃裡面 但是女生呢 女生是 衣櫃是最乾淨的地方 反而是 房間是很亂 就是把要穿的衣服放在外面 反而不穿的衣服放在衣櫃裡面 我覺得這非常奇怪 不穿的衣服 不放在衣櫃裡面 不然放哪裡 因為不是 等一下 不是 衣櫃是我們要穿的衣服 放在衣櫃裡面嗎 那衣櫃的用處是什麼 你買唱褲 穿一次就捨不得喜對不對 就一直放在那個椅背上 對啊 還是擺 擺在那個椅背都倒了 你知道嗎 你看放了多少的衣櫃 也不會 對不對 我們會在 我們會在倒之前 會自己 舉辦一個抽獎大賽 然後就會為你抽出北區的觀眾 所以你知道我這裡的小禎就是這樣 不是 而且有時候衣服不能馬上呢 放到衣櫃裡面去 因為會有味道 對 穿過了嘛 所以你必須放在椅背上 先讓他有點通風 放了七天 你還不拿進去是什麼原因啊 很奇怪 要通風啊 你知道吃完燒肉 因為要準備一套穿過的衣服啊 對 準備一套穿過的衣服幹什麼 問問紅糖 我之前有遇到那種 非常有潔癖的男友 然後那時候呢 因為他非常有潔癖 所以衣櫃是一成不然 然後導致我 我也要跟著他就是放得很乾淨 就是分顏色啊 分種類放的那一種 我覺得這就算了 只是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扯 他就是會 在衣櫃最底下的地方放木炭 廚師啊 對 他放木炭 他是放那種 他有燒嗎 燒他幹嘛 放耶 他沒有燒 沒有燒就OK了 存涼啊 冬天啊 他就放木炭要除濕嘛 重點是 我 就是人家突然買那種加工後 他就真的是原原本本木炭 然後他就放在下面 奇怪哦 他頂多就是用一個毛巾蓋住 然後那時候剛好冬天 然後冬天台灣就有點潮濕嘛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房間衣櫃裡面 還是有點潮濕 然後這時候我就拿那個電暖爐 然後想說讓那個衣櫃 就是 比較 所以就真的燒起來 我沒有放進去 我只是把衣櫃門打開 然後電暖爐向裡面吹這樣子 好呆的 然後過了半小時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有一股就是膠味 然後想說奇怪到底味道從哪來的 然後我就去房間看 然後發現就是衣櫃冒煙 哇塞 然後我才猛然瞎起說 對 我哪有把那個 木炭放在下面 然後就 那個牛肉拿出來烤了 對 他應該先烤香腸還是 對啊 木炭香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把那個電暖爐拿掉 然後我就很緊張 因為還在冒煙嘛 然後我就是 想不到任何方法 於是乎我就去廁所 然後就是 然後我真的超笨的 就是澆了水之後 不只是煙 因為包括灰也起來了 對啊 就是 好危險 我一澆下去整個 然後整個房間 整個衣櫃全部都是煙和灰 他一回到家 我只差沒有下跪跟他認錯 因為我就是 知道我自己做錯事情嘛 然後我就一直哭 我就跟他道歉說 我做錯的事情 然後他 因為他也看到我已經認錯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一直責怪我 他頂多摸摸我 我就說好啦 沒有火災就好 他也不敢怪妳 他回來看到這個狀況 他都嚇死了 他嚇死了 以為妳想不開 他還抱著妳說 我就是妳講的那個男朋友 是比較潔癖那種 我是大概比較潔癖 但是妳也知道 女人就是 給他 他絕對塞滿滿 塞滿滿沒有關係 你該放的放好 你老是講我們這個襪子不放 那個椅背上都是衣服 馬來不拿去掛 你要不要看看你們家 你要不要看看你們女生的衣服 怎麼樣 你們不是同居嗎 對啊 還好啊 我覺得這就是井然有序 對啊 真的很整齊啊 你這個人會不會成語啊 不是就找自己 我們自己放 都自己找得到就好了 還條理分明對不對 我覺得滿整齊的啊 我覺得你覺得滿整齊的 哇塞 你瞎成這個樣子 他給我一些靈感了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看看 衣服一件一件這樣掛對不對 你平常就一件一件這樣掛 就是我是要搞不太清楚 這件是你穿沒有再穿的衣服 你可能是一個拿出來只是懶得放進去 你就從頭到尾去掛 你們三個月不拿下來 是怎麼樣 我們是這樣子 我跟我 我就是因為怕 所以我幫 跟我太太兩個人的衣服 我們是分開 我們有各有各自的衣服 但是我們有一個公用的衣服 是因為是長牌的 所以可以掛褲子 掛衣服 掛外套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有了小朋友之後呢 我們就把 重建一個空間把它控開來 就是我們兩個各自退一個 給這個空間 是給我女兒放她的東西的 好 現在你看得到 這個就是我女兒的空間 她已經掛上她所有的衣服 然後把我的 女兒的空間的衣服 全部塞滿滿的 我們因為這種事情 吵過好幾次 她就說 女兒現在穿不到啊 本來她現在長大又穿不到 那借我掛一下會怎麼樣 對啊 會怎麼樣 那借你掛一下 你掛三個月不拿下來 女兒現在都四歲了 你還不拿下來 那三個月之後 那些衣服 你女兒穿得到了嗎 穿不到啊 對啊 對啊 她可以繼續掛啊 是怎麼樣 好看嗎 妳是要看好看嗎 我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我那時候年紀比較小 我回去東西也愛亂丟 他就會負責幫我把東西 全部都收好 折好 這是對的 所以我永遠的東西 它都是 就是非常的乾淨跟整齊 很好 而且只有 他公司都不忙 什麼東西 男友 男友公司 你知道下班之後回來 他就會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收好 所以我也不用什麼收 對 所以他也都不會有 這些抱怨的問題 這是對的 他只有有時候 我跟你講 男朋友是不會的 結論婚之後你試試看 對 所以分手了 沒有 他只有看到 有一次他幫我搬家 然後他幫我把三個大 就是紙箱打開之後 他快吐了 因為呢 我全部都是那個鞋子 就是我鞋子 發霉是不是 不是發霉 因為我沒有用盒子裝 我全部這樣撒了 就是這樣子打開 而且是大的 然後重點是拿出來之後 他說 為什麼那麼多 一樣的鞋子 我說一樣沒有一樣啊 你看我今天還 你們大家幫我評評理 這樣有一樣嗎 差不多 這一張沒有 那一張 這有一樣嗎 這有一樣嗎 就都一樣啊 長得是 不一樣 每一雙都不一樣 長得是要挖地瓜的時候穿的嘛 反正之後就是到田裡面去 摘 摘蓮物還是什麼東西的時候穿的 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啊對不對 它是配合不種的水果搭配 對啊 你看 而且每個長度不一樣嘛 對啊 因為每年那個文昌池的流年 都不一樣嘛 對啊 所以那個是不一樣的 不是啦 中間那個就是 踩蓮物之後穿的吧 等一下這個 我跟你講 問你們有沒有 小禎你評評理 你說這有一樣嗎 哪裡 一樣啊 真的有一樣 真的 真的啦 這很雷同 你看 女人很容易這樣 沒有 我老婆黑色的高跟鞋 各式各樣的 大概有100多雙 不是 黑色高跟鞋我懂 因為黑色高跟鞋 真的很難找到實穿 有 真的好穿 每一雙都是他不時穿的 弄了 100多雙 對不對 不是 而且他弄 比如說 他的工作本來就 對啊 每一次都有 之後 每次去服裝店 我就說 老婆 這件不就你的嗎 然後他每次自己去拿 準備要去那個 試衣監試的 也都是那幾套 你知道嗎 又不是我們開始的 老夫子開始這樣的 你怎麼不去罵他呢 他一櫥打開 每一套都一樣 你怎麼不罵他 你怎麼不說七龍珠 也都穿同一套啊 講了什麼辦法 小丁那也沒換過 小丁那也沒換過 你也沒換過 拉皮小丁也是那一套啊 多力 神經病 大部分的女生不是這樣 我跟你說 他們 舊的永遠不去 對 教你是誰 太好了 你出來選台北市場好不好 神經病 神經病 外出 我們在等待 神經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